大家好,我是阿毛人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千磁鏈Fighting Armor系列的鋼鐵蜘蛛人 那其實前不久我才為大家介紹過同系列的鋼鐵人 為什麼他推出的速度這麼快呢? 其實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他不管出哪一個角色,他用的都是同一個素體 所以不只是之前的鋼鐵人 包含這次的鋼鐵蜘蛛人 甚至連之後會推出的美國隊長以及金剛狼 他們都是延續同一個素體 因此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 他都是延續像鋼鐵人一樣的金屬裝甲的風格 同時他因為需要改動的部分不多 所以他可以在短期間之內 就緊鑼密鼓接連的推出新的產品 這次的鋼鐵蜘蛛人當然也是一樣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跟鋼鐵人有一些明顯的區別 當然除了主要的外觀之外 他後面還有四隻腳還有蜘蛛網等等配件 但是你會發現說他的包裝的尺寸 算是完全一樣的 而且他的價格也是都是日幣 一萬一千 因此我覺得他也算是 某個程度來講是加量不加價 雖然說有點換湯不換藥 但是至少在同一個價位 同一個尺寸包裝 這一點上面我覺得也是算做得還蠻不錯的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他內容物到底有哪一些 首先打開 那裡面其實他也有一個說明書 這個說明書 我覺得他做這種所謂的黑白的 有點落產 我覺得他如果做彩色應該會 質感再好一點 而內容物除了本體之外 有四隻 這個蜘蛛腳 背上還有一個這個紅色的連接件 以及他還有第二層 那第二層裡面就是他的地台 以及四個不同的手型 還有兩種不同的蜘蛛 絲 一個是絲一個是網 那我們就直接把他給展開來吧 那麼首先看一下他的尺寸 頭頂高大概16.5公分左右 也就是6吋半 跟同系列的鋼鐵人是完全一樣高 因為畢竟是同一個素體 而左邊呢是SHF系列電影版 Endgame的鋼鐵蜘蛛人 那因為他是青少年體型 所以相較之下就整個比較矮小 那也非常的鮮瘦 當然你也可以反過來說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鋼鐵蜘蛛人 他是跟鋼鐵人是同一個素體 所以看起來呢 就整個就超壯壽的 那這個就兩種不同風格 大家認君選擇囉 拉近一點做個對比 那你會發現說 全身上下有超過90%以上的零件 都是完完全全相同的 毫不客氣 毫不保留的直接兼用過來 所以呢 他的每一個細節基本上呢 仔細對照 你會發現說都沒有什麼不同了 那比較明顯的區隔 第一個呢 就是他的配色上 鋼鐵人他是以這個紅金為主色 那中間點綴一些銀色 或者藍色的一些細節 而鋼鐵蜘蛛人的部分呢 他則是紅藍為主 那中間呢 則是穿插了一些金色的細節 以及呢 銀色的一些點綴喔 那但是呢 他這個配色上的不同 就讓這兩者的風格上面 就有明顯的區隔 而更清楚的一些差別 第一個就是他的頭部的造型 你可以看到他的頭型基本上是一樣的 尤其是後面這個部分 他還稍微做了 這個翹起來這個設計 這感覺還蠻可愛的 那不過呢 鋼鐵人他臉就比較扁平 而這一次蜘蛛人的部分呢 他則是把臉部整個重新設計 不只是有一雙大眼睛之外呢 不然這個臉上 這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經典的 蜘蛛網的這個造型 那同時呢 他的鼻子這裡 尤其是眉心的中間 他這看起來比較翹高一點點 那另外一個差別當然就是胸口 這邊他本來是一個 所謂方舟反應爐 而這一次呢 則是一個蜘蛛 在中間那旁邊 有延伸出 非常鮮細的 金色的蜘蛛腳 那 其實他細節塗裝也是做得 非常的細緻 所以看起來就完全沒有任何異色的問題 感覺精緻度還是蠻高的 那另外當然還有他的背上這個結構 因為這一次他為了要裝上 這所謂的 四隻蜘蛛腳 所以後面這邊就有四個圓點 不過呢 其實他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是差別很大 但是其實這兩者他們所用的是完全相同的 因為後面他鋼鐵人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是可以 肩胛骨整個打開 那你可以看一下 打開之後內構 事實上跟鋼鐵蜘蛛人是一樣的 那所以我想他在設計之初 其實就已經把這些細節都已經 考慮進去了 那因此呢 只要把他這兩個蓋子拿掉 基本上就可以像這一次的鋼鐵蜘蛛人一樣 但是即使是這樣 這兩者 雖然說差別 不大 但是在重要的部分呢 還是有一些明顯的區隔 那尤其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臉部跟胸口 就決定了他的 這個角色的個性 那整體來講 我覺得這次的塗裝的 這個 橙色的品質跟之前的鋼鐵人差不多 就是整個還是金屬色塗得蠻亮的 尤其是藍色的部分 我覺得整個保有一個非常亮的一個金屬光澤 這個顏色外表 成型色上面呢 就是非常的不錯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呢 他跟鋼鐵也是一樣 就是他全身的 這個金屬零件的比例還是蠻高的 所以拿在手上其實也是蠻有份量的 把玩起來也是還蠻有一種爽快感的 再來看到他的可動結構 那基本上就是跟鋼鐵完全一樣啊 首先頭可以抬到這個角度 那上面這邊是一個球關 然後下面這邊也是一個球體關節 包含他的肩膀可以往前往後 這個所謂蝴蝶式的關節 大概都有一點點可動的幅度 往上抬起來可以到90度左右 上臂可以旋轉手肘兩段 然後拳頭這邊也是一個簡單的球體關節 不過我覺得他這個球體關節 感覺呢是有一點點鬆 那你可以看到下面這邊還有一個轉軸 就是轉軸再加上一個球體關節 那另外胸部這個結構呢 你可以看到中間這邊呢 它是可以一段兩段三段 那往前可以到這個角度 往後大概可以到這裡 那基本上因為他分的還算是不錯 所以這個 雖然說難免有一點干涉啦 但是呢 因為有這樣的空間可以調整 所以讓他可動度呢 其實也算還不錯 包含側向的一個轉彎 也可以到大概這個程度 不過這個在轉的時候呢 就要稍微小心一點 避免這個刮漆的問題 那再來呢 他的這個大腿 可以一樣是有這個下拉式的設計 所以你把它下拉之後呢 可動的幅度就會增加蠻多的 側邊大概到這裡 好 上面這邊也可以旋轉 那平常的狀況下你可以再把它推回去 看起來整個結構會比較緊實一點 那另外他的膝蓋 兩段式的結構 大概到這個程度 然後呢 這個腳板 往前往後 那包含前面這一段 也可以稍微翻開到這個程度 像這樣子 好 那前面還有一個腳趾頭可動 基本上可動結構跟之前鋼鐵人是完完全全 一模一樣的 鋼鐵蜘蛛人很重要的一個特色之一就是呢 他背上有四隻腳 那這一次他特別附了一個像這樣子的連接件 那你可以把它裝在後面 再把這四根腳呢 一個一個裝上去 但其實這樣裝不太好裝喔 那與其裝上去之後再裝呢 不如先把它給裝起來之後再 把這個零件再裝在背上 可能會比較容易一些 那 首先呢 他就是直接這樣插進去喔 這四根腳 就是慢慢插 因為他的 這個連接件其實有一點點緊 那因為畢竟 不能做太鬆喔 因為如果太鬆的話呢 他會有這個 不容易固定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要怎麼樣拿捏到一個 剛剛好 就不會太鬆又不會太緊 這個也是一大考驗 但總之呢這四根腳就是這樣 一個一個再把它裝上去 好 那另外一根 也是如此 像這樣全部都裝好之後呢 就可以再把它給裝到他的背上 那 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 直接這樣把它固定住 裝上四根織布腳之後 我們再做一個對比 那首先呢SHF版 你可以看到他的衣服就比較像是這種 緊身衣的風格 而他這四根腳呢 也保有一定的生物特徵 而這一次的 Fighting Armor系列呢 則是從他的服裝 到他四根腳 側側底底 都是一個機械風格 這四根腳不太像是腳 比較像是 有點機械手臂的感覺 那另外呢 他的可動關節上呢 也比 SHF版呢 略微高一點點 那高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看一下SHF版 他的可動關節包含 1234 主要有四個關節 那這 根部的關節呢 它是一個球形的轉軸 那 而這一次的 這個Fighting Armor版呢 他則是有 12 3 45 而且這五個關節裡面呢 事實上這個還有包含根部的這個 縱向的轉軸 那再來呢 看到第二個關節就是他側向這個轉軸 那不過因為他這四隻腳呢 彼此之間還是會有點卡 所以呢 怎麼樣能夠避開干涉 去做一點調整 這也是這一次把玩上的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關節就是 這個縱向的轉軸 他可以從這個角度 一直往上轉 轉到也算是 角度蠻大的 轉到這個角度 好那第二個部分呢 則是 也是可動蠻大的 從這裡 一直到這裡 往上的角度還比較大 那第三個關節的部分呢 他往上 可以剛好到水平 但是往下折下來呢 幾乎可以到快要對折 差大概差不多20度左右 那最後一段呢 這邊則是從這裡 到這裡 所以呢 利用這幾個關節可動呢 可以做出的動作其實也還算是蠻大的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呢 他這個結構的設計 雖然說可動幅度已經夠大了 可是呢 他沒有辦法 整個轉到 這個正前面這個位置 來喔 那因此呢 他就沒有辦法 四隻腳 就是剛好是 各45 90度這樣子 做一個四隻腳的固定 這個會有一點點困難 頂多大概就是做到這個程度而已 但是即使這樣他的可動的範圍還是蠻大的 如果 好好地去 把它這個 做一些表現的話 也是可以做出很多 蠻有魄力的一些動作 手型的部分除了基本的拳頭之外 他還附了四個不同的手掌 那其中呢 有兩個是 像鋼鐵人開砲這種 開掌手 以及呢 兩個蜘蛛人招牌這個 搖滾的 吐司的手 那換裝的方式當然就是直接把他的拳頭 這樣拔起來 直接換裝上去就可以了 因為他就是很簡單的球關 但我總覺得這個球關看起來有一點點鬆 不知道是不是我這個問題 還是說大家都有這個通病 那另外呢 這個蜘蛛絲的手也是如此 像這樣把它 換裝上去就OK了 但這個有點緊 像這樣子 就可以做出搖滾的姿勢 那另外呢 他有附了像這樣的蜘蛛絲 那換裝的方式當然也是 先把手拿起來 然後穿過中間這個洞 然後呢 再把它給裝在 手型這個中間 但是中間這邊有一點點難掌握 好 勉強像這樣子 就可以 做出 這個 射出蜘蛛絲的動作 好那另外呢 還有他的蜘蛛網 也是一樣 也是造型完全一樣 就是這樣子 那也是可以利用 這個 他的 這個吐司的這個手 再把它裝回去 好那照理說這個蜘蛛絲 應該要在 這個手掌 掌心這個方向 好 大概就像這樣子 就可以重現這個 吐出蜘蛛網的樣子 最後他有附了一個 地台跟支撐架 不過這兩者的使用方式呢 跟一般地台不太一樣 那這邊也稍微簡單做個說明 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中間跟四邊 有這個透明的零件 那你要先把這個透明零件 先把它給拔掉 因為他後面是這樣子 五個這個 卡榫把它固定住 那要先從上面先把它給推開 先把它拆下來 那拆下來之後呢 才可以把這個底座 這個根部再裝上去 那這個根部底下呢 這邊有一個T形的滑槽 這是長得像這樣子 拔下來之後呢 先把它從 後面這邊 穿過去 穿過去之後 再把這個小零件呢 先拿好 因為蠻小容易噴走 然後呢 從這邊把它給T字形 再扣回去 那你就可以把它固定在這個軌道上 那這個軌道你就可以 再去調整它的角度跟位置 那包含它底座的部分 也可以再轉一個90度 那像這樣呢 就可以 譬如說 你要把它給 用這兩個夾子把它夾住 或者是呢 把這個夾子這個底端呢 這個拔掉之後呢 它也可以把它固定在 腰部這個位置 好讓它在 做一些空中動態的知識上面呢 可以有 更豐富的表現 好的以上就是 牽制鏈Fighting Armor系列 鋼鐵蜘蛛人的 簡單介紹 在完全兼用同一個素體的前提之下 最小限度的加入屬於 鋼鐵蜘蛛人的特色元素 老實說 臉部做得很奇怪 其他我倒覺得還不錯 整體來說 很有玩家魔改的感覺 這個系列到目前為止 已經發表了四個角色 基本上都是漫威復仇者的主要成員 如果全部放在一起 應該會很有趣 希望能夠再開發一個 浩克毀滅者的素體 讓浩克 薩諾斯 宏坦克之類的大隻佬 也能夠有機會推出相關的作品 即使我覺得兼用不是問題 用得好也是一個本事 不然你看像庫伯利克熊這種平台玩具 同一個素體用到老 大家還不是買爆 牽制鏈這個系列讓我聯想起 鋼鐵人的裝甲戰爭 史塔克科技大放送 人人有裝甲 聽起來好像也還蠻合理的 也沒 有